《破解越南迷思》 多谢大家回到《破解越南迷思》的节目 今天我们很开心邀请Edwin先生上来 今天我们要谈一谈一些有趣的现象 我们看到在越南节里面有很多不同的制止 即是有很多不同的食物 去供奉给一些神明和不同的孤狐人 有一道菜是豆腐和芽菜 但这只是给孤魂吃 这跟广东人说的骄鬼吃豆腐 其实有什么含义和意思 很多时候越南大家都知道 有些人会拿一些很丰盛的东西去拜 为何要拜一些孤魂有芽菜和豆腐 其实我们现在越南圣会做一个私食仪式 我们所谓的放咽喉 放咽喉喉是以前佛经里面所谓的咽喉鬼 它的喉咙很小 要经过金刚上司去念物语 做一些手印 做一些观想 它的喉咙才会张得开 由于它张得开 张大就有限 所以要尽量吃一些细味的 就是流质的食物 所以牙菜豆腐是最适合它们吃的 哦 即是原来就是方便去吃的东西 是的 而且有些东西他喜欢吃的东西 是的 他不吃不行 都要选择这些东西 但其他好一些东西是给谁吃的 那些东西主要是供奉给神明 祖先的那些东西 里面包括了什么 在于南来说 一般拿来 leton那种比较多 但现在发展上来很多人都不理 要搬鸡鸡鵣吧 就可以拿来拜 祖先喜欢吃的东西 好的 多谢Envin 好